我们被邀请去参加婚礼 我很喜欢祖人家前院的玫瑰 一大早我们来到了圣殿 这就是美国举行婚礼的地方 今天我们来谈谈圣殿的功能 我们教会的圣殿就是神居住的地方 它主要有三大功能 一是结婚 圣殿在圣殿结婚就是神 印证你成为永恒的家庭 将来即使你们回到神的身边 必然是夫妻 第二项工作就是家谱 圣殿里面有讲叫Family Tree 这项工作比较庞大 每个家庭你把家谱输入这个Family Tree的分支里面 最后你能追溯到你的源头 你的祖宗 第三项工作就是给死人受洗 但是神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你通过家庭其他活着的人帮你受洗 你依然能回到神的身边 神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是他的孩子 我们应该敬畏神 很多人没有宗教信仰 他也不知敬畏 所以他会做很多出格的事情 最终回到神的身边 会受到审判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 无论世界怎么变 神永远不会变 主人家傍晚的日落 非常的美 我边看一群年轻人玩耍 边欣赏日落 这是美国西部典型的乡村景色 他的宽广和田径 不是在城市中所能体会得到的 谢谢收看 下期见